艾夫在看待所有的事情 说你郝龙斌的所有的都是有问题 你的生活都有问题 比如说那个大巨蛋 他把赵成熊还要视为病人 所以他这一刀划下去 其实就划了好几刀 他拿到他想要的 然后赵成熊也拿到他想要的 所以你说这是除弊吗 我觉得这是 你可以把它视为说建设性的破坏 可是你接下来要能不能有建设 这才是大的问题 否则他还是属于破坏而已 柯P要能够捣蛋 我觉得最后他必须要把这个蛋盖好 才不会让人家说 他只是破坏性的市长 只会捣蛋的市长 关键是在于要能够建设 是 好 谢谢明贤分析 没有错 现在在除弊过程当中 但大家看不到心力 那市长其实讲过好多次 台北市政府 我的事情还是要来心力 那除弊的部分 现在交给连政委委会 所以这个案子呢 虽然昨天看来 两兆之间应该是不错吧 因为这个柯市长 今天早上面对媒体也说到了 有啊 那个我觉得赵成熊董事长 应该觉得很满意 那不知道他自己不满意 那但是今天来看到 为什么大剧团会被列为 要送原政委会第一案呢 因为被检察院纠正了39项 市长说市政府 什么一项通通都没有做 这让前市长郝龙斌先生又生气了 今天也继续po文 有点书真是好 大家给隔空在这里喊话 不用面对面 市长po文简单 让大家来做整理 任内跟远雄重新议约有10次之多 就是因为被检察院纠正了 所以从预约了10次 接后纠正的这39项当中 他们改正了23项 所以呢今天说他什么都没做 他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欢迎现在加入我们讨论行业的 也是台北市议员陈建民 议员 你郝市长说的有对吗 郝市长当然 人家有做还是要认为的 他要说还是要承认人家有做 在这段时间里面 跟远雄之间的一个谈判一样是有 那上市在展期的部分 在议会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议 那这部分的确远雄也得到他所想要的 但是的确监察院在针对这39项的一个纠正内容当中 其实是不是改正了23项 我想大家先知肚明 因为这个合约 这个合约内容都一样 所以你没有重新议约 基本上这是没有用的 没有重新议约这是没有用的 而且昨天这个柯照会面 基本上这也改变了外界的一个疑虑 也就是说柯P是不是仇伤啊 其实不是的啊 因为针对台湾的整体的建设发展 财团还是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重要的是政府跟这些财团的关系 不能够太过于密切 而且针对财团的相关行为规范 其实应该是有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前朝啊 可以说是完全不避讳 甚至这种瓜田底下的行为 比比皆是 不谈大巨蛋来讲的话 你看三创啊等等或者富邦 这些案子其实让大家觉得 其实这种瓜田底下的行为 难道市府都不懂得避嫌吗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柯P 柯市府现在完全不一样哦 他完全不避嫌 你就是来找我 因为我愿意把所有的资料公开 这是一种另类的一个做法 也就是说在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资料 不要让社会大众能够来进行检视 不要有这种黑箱作业的行为 而大巨蛋当然面对2017的四大运 基本上他一定必须要继续进行啊 如果今天大巨蛋不能够继续进行 这个案子 老实说对台湾整体的一个国际生意 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怎么样去完成这个目标 柯P要展现他的智慧 我刚刚来哦 从议会过来 联络人特别跑来说 议员拍谁啦 现在柯P早上找所有的联络人来谈话 说以后所有的议员 任何的案 请脱案件 一定要入案 一定要登录 任何案件都要登录 有些议员本身身体或计有一些影集 要请脱病床等等 他说一样要登录啦 议员自己的事都一样要登录 所以用这种公开透明的方式 来处理未来的市政 当然是一件好事啦 但是是不是市府有那么大的能量 去处理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后续还有待观察 好那个现在也是议员影子也要登录啦 议员所有的要登录 好但问题是其实刚才议员点到 公开透明 但是我们昨天跟赵藤雄见面 这场的柯照会上网了吗 前面已经见过了谁 日生日生的见过了 也见过了这个蔡明忠 好那些见过的内容 不管这样会议记录好 叫影音党也好 上网公布了吗 大巨蛋整个案子的公文 上网公布了没有 松烟的上网公布了没有 现在柯市长所说都还没有做到哦 所以这算是真是很公开公正的 来告诉大家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好不管大家觉得说 好市长觉得他非常委屈 我人也都做了 到底是有做还是没做 现在是一个各说各话的看法吗 这种成员认为说 有做没做自己心知肚明 但是他就敢讲出来 那我们就来看 到底做到什么程度 这是大巨蛋 接下来联通道也要做一个调整 那现在互助团体还是非常生气 因为数还是要移 对联通道的部分的互助团体 也有话要说 他认为说第一个怎么回事呢 你到底是不是可以移走这些数字后呢 就可以达到15分钟 输散7108人这样的效益 目前当然是一个问号 没有正式上线不小的 但都是数字估算出来的 重点呢 接下来原本的联通道80公尺 这可是经过环平的 你现在把数移走了 环平的问题还在不在 克市府你讲20公尺就20公尺吗 所以请教今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克市府到底够不够手法 中校行路的人行道 不是那个公司道一拆 有人说那笔钱 有些议员觉得那笔钱 就是一个问题 但问题是游走法律边缘过去 那接下来还有互助团体 起诉这样的问题 克市府是游走法律边缘 还是我硬干下去之后 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觉得这一模式 如果两位议员都在这里 那大家回想1994年 那时候黄大洲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个英雄 那个英雄叫林瑞图 他就说捷运木炸线会倒会垮 那个会倒会垮 直接把黄大洲 我不知道昨天黄大洲 有没有去跟柯文哲 讲到这一段历史 那个辛酸 其实跟现在的郝龙斌 恐怕是同样的 那时候整个社会气氛 社会舆论 因为那时候捷运木炸线 也确实发生过非常多的事情 那就要打掉重建 打掉重建 甚嚣尘尝尝 然后陈柳平上来以后 一样成立了一个专家顾问团 然后后来加了一些 比如说钢筋铁板 在那个水泥柱上 因为他看到有裂痕嘛 包一包弄一弄 其实就没事了 你知道捷运木炸线到今年19年 到3月19年 到明年就20年 捷运木炸线 我要讲的是台北捷运木炸线 所以那时候是 我讲的是1994年 那个状况 那还没有正式通车 1996年才通车 他上来就是全面大体检 我全面体检 然后让大家要安心 其实那做法是一样的 我要讲的是 今天看到克文哲 跟看到当年的陈水扁是一样 其实克文哲在选举完以后 接受大量的媒体专访 他说他从来不要 也不想跟陈水扁一样 要做所谓冲突妥协 进步这件事情 可是你看他一连串上来 就把所有人打到对立面 那个财团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是因为这一年多 这很多年下来 大家觉得那个政商关系 非常的讨厌 好像都是名七官 我那个名是财团 财团七官 就是这个政府被牵着鼻子走 一路被牵着鼻子走 那在这里面牺牲了老百姓 非常多的权益 所以大家都同意 让他在对立面 一路上看到了 克文哲就把这些财团 通通打到对立面 有没有冲突 有 我想现在是紧张的 所以冲突以后 像你现在看起来了 今天各大报都做了这个东西 确实 他所有的话 都是标题 这跟陈水扁一不一样 一样 陈水扁那时候 只要随便讲一句话 跑过的记者都知道 通通是标题 那时候也是像这样 可能搞三四个月下来 没有问题 那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 带领风潮 然后他大量的填新闻 大量的喂新闻 所有记者很高兴跑他新闻 因为每天都有新闻 一督上去 一督上去就有新闻 跟现在克文哲非常一样 那那个过程当中 直接转移了 后来一年多以后 台北木乍县通车到现在 我刚刚讲了19年 到明年就20年 这是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 有没有清理黄大宗 当然有清理黄大宗 那那个过程是完全一样 我不能说复制 但是今天走到今天 历史看起来是重演的 那那个重演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在讲时代在改变 我现在看起来 好像时代改变得很少 那差别就是 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网军 没有现在的网络 他的宣传直接片面性的 风火燎源的直接就站到了 这个柯文哲这边 那过去也是站在陈水敏那边 那只要电视台 只要所有的麦克风上去 其实那个风潮是一样 只是现在更大 更可怕的是 所有的全台湾社会 通通都站在 大部分都站在柯文哲那边 因为大家看到他 在过程当中 好像拿了一个正义宝刀 拿了一个正义大剑 挥舞去恶魔 谁是恶魔 财团是恶魔 所以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要有一个更高的格局 那个更高的格局 可能要这个柯文哲自己来看 就是我写了 万里长城金游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他要为台湾台北留下什么 我想这才是 一本初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而不是在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 这恐怕都会烟消云散 通通会成为过去 请问现在陈水敏在哪里 他过去也是这样 风风光光走下来 那想要问你的是 万里长城金游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请问你要为台湾 为台北留下什么 当然他就说 我上任还没满一个月 现在就要来评价 我到底应该留下什么 是不是真的是非常沉重 但是85万票不是假的 还有重点是呢 你所喊的也不是假的 要推倒高墙 但也有人说到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柯文哲 现在对于这个 所有的财团们 企业老板们 这么样的不假辞色 这不是另外一种 立威的模式吗 这是官威大吗 好来来看看 那昨天呢 在这个现场里头 在所谓的这个柯照会 为什么这么多黑小人头呢 今天看到很多报纸的 这个陈述都非常非常的 具细迷移 告诉大家 这叫阵仗 一定也要等红等量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赵董事长 连保全都上来了 九对九 因为要九对九 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 是九个人 反正大家 人的数量是分庭抗理的 然后呢 为什么一个赵董事长 迟到了三个三分钟 那么柯P市长迟到17分钟 他说三分钟 是被互助团体埋伏了 害他迟到了 那这个柯文哲迟到 是因为去跟黄大洲吃饭 所以刚刚进来 会告诉大家 跟黄大洲吃饭 他到底聊了什么 就像之前跟殷琪见面的时候 我们都好奇说 有没有聊聊BOT 如果没有聊到BOT的话呢 或许呢 柯P市长对BOT 要再进一步的去厘清 那么接下来会议开始了 14分钟 柯市长就离开现场 脸色难看 说你不要来这边 给我吐苦水 搞清楚 你如果不退让的话 就不要再谈下去了 于是接下来 就让邓家基下去谈 谈谈谈谈谈 结果大概30分钟之后 全体回来 就谈成了 今天我们看到那四大结论 所以我请教这个秦议员 所以这个战术战略的运用 是不是就是精彩在这里 在这里是施压退让吗 刚才讲有冲突 那不就已经妥协了吗 再来就会进步 我觉得基本上 市政府是给这个远雄下马威了 因为今天的主场在市政府 谈判的场地在市政府 掌握权力的在市政府 今天要跟市政府合作的是这个远雄 因此我觉得远雄 无论如何他是处于劣势 再加上之前呢 监察院有一个纠正文 纠正这个工程会 纠正市政府 叫市政府要去跟这个远雄 针对这个合约不合理的部分 去做一些处理 因此我觉得 这整个这个谈判的这个背景 对柯B是有利的 那他显然也想立威嘛 他觉得说 时代不一样了 今天是我当家 你们大家要听我的 那对于这个企业家来讲 他希望跟官署好好的合作 因为企业家的思维 跟市长不一样 市长就想说 哎 我要做好啊 我要去连任啊 希望再能够有一个四年 可是企业家觉得 我经营企业上市公司 永续经营 我要赚钱 那人在这个屋檐下 不能不低头 所以我觉得 柯B摆出来这个阵仗 有一点是故意做一个下马威 但是我觉得我们看戏啊 不要只看这个表面 这个开场 开场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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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骨敲得很好呢 大家出来架势也摆得很足 那不重要 重要看结果 结果就是说 今天赵同学拿到了他要的东西 比如说 恭喜给我展颜了 保证你要配合我 让我能够完工 那这个才是企业永续的 你侮辱我 或者是你讲一些这个场面的话 来消遣我 我觉得对于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 这个企业家 甚至也有人说赵同学是一世枭雄的 他不是只有跟你柯B打仗 他跟这个马英九 郝龙斌 甚至跟中央 几任的市长 针对这个大巨蛋 他都打过这个行政诉讼也好 打过各式各样的这个阵仗也好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一个谈判的过场 或者这样一个谁赢谁输 其实不重要 我们在这市民的角度应该看出 最后市民有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能不能得到什么东西 当年刚才竟然告诉我们 当年阿扁当市长的时候 是怎么样来处理 所谓的这个捷运木炸线 那现在是什么样的结果 资深的记者在就这个好处 接下来20年后 直接凭怎么来评价柯文哲的 当时间还有待时间来做证明 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关心 那到底接下来是郭董 要进市府吗 还有要看到是 那市大运现在看来 是有一个好的发展了嘛 大巨蛋好好处理 市大运就能够有看头了吗 市大运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科市长 到底懂还是不懂 待会儿回来